大陆官媒央视从6号到9号 推出四级年度反贪腐大骗 共12起贪腐案件 横跨体育界 警界 医界 消防单位等 细节一一曝光 夸张程度令外界折舌 装了22个纸箱的 把王大伟用来拉钱的商务车 都压得上不了地库的斜坡 辽宁省公安厅从2002年到2022年 长达20年来 包括前后三任厅长 李文喜 薛衡 王大伟 恋财肆无忌惮 总收费金额高达人民币12.31亿 折合新台币53.5亿元 42年资历的老警察李文喜出身基层 2022年到2011年 担任公安厅厅长期间 替铁矿厂老板乔氏 业者送上矿厂30%股份 让李文喜摇身一变 成了穿警服的矿山老板 他自己表明自己的三句话 我当了一辈子公安 我干了两辈子的活 我得罪了三辈子的人 当时韦领导直接就跟他点了一句话 你贪了四辈子的钱 犯了五辈子的罪 2011年到2013年的继任者薛衡 早年因为替白信伤人 敲诈勒索的案件成功关说 从此要钱给钱 要车给车 要房给房 继任者王大伟比起前任 又过之而无不及 辽宁省警戒的风气 严重扭曲败坏 李文喜最后遭判无期徒刑 不得减刑假释 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薛衡有期徒刑17年 王大伟等其他违法乱纪人员 也难逃法律制裁 TVB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